面對媒體追問 超委執行長蘇茲峰身穿紫色條紋 Polo衫 系著皮帶搭配牛仔褲 及白色球鞋 對著鏡頭揮揮手 露出淺淺微笑 全程不發抑鬱 蘇茲峰這回訪台 行李箱相當輕便 攜帶幾套正裝參加活動 現場至少出動兩台保姆車 在美國隨行人員互送下 坐上保姆車離去 蘇茲峰搭乘私人飛機 不是從美國超委的驟金山總部起飛 而是從阿拉斯加出發 約在十七號下午一點五十六分 抵達臺北松山機場 蘇茲峰這回來臺灣傳出 不是造訪台積電新竹總部 而是特地參訪台積電南科廠 為的是鞏固台積電三奈米製程產能 以及洽談未來訂單狀況 而七月十九號將會在臺北五星飯店跟供應鏈會面 同一天還會出席自家活動 陽明交大名日博士頒獎典禮 因為飛機延誤從十七號改到二十號下午舉行 我們公司從上游到下游跟他碰頭的機會非常的多這樣 這個蘇茲峰這樣來會跟我們上上下下的幹部很多人都會碰面 核碩董事長童子賢親自證實核碩將會跟蘇茲峰會面 激勵核碩股價大漲七點四元 英葉達 宏基 神達 廣民等供應鏈也全都攻上漲停板 這連台積電股價也拉尾盤 分析是建議投資人可針對股價有經過整理相對落後的AI概念股布局 蘇茲峰訪台刮起旋風也讓AI浪潮席台股 三立新聞 楊超成 林書嫌 毅力婷 台北報導